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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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應該 朕跪你之家嗎?月王爺 皇上 你太過喜歡 跟老臣開玩笑了 李宗盛 李宗盛 看見各位回來的老夫 真的非常高興 來 大家喝杯 祝各位馬刀功成 李宗盛 來 我們應該祝皇爺 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正所謂榮華富貴 是大家所共有的 喝 喝 皇上曾經親自替老夫大過烏煞 皇上 你甘的一杯 老夫應該親自敬皇上 皇上 請 李宗盛 你平時又風得風 又如雨得月 只要你一句話 就可以要任何人的性命 包括我兒子的性命在內 我想到有朝一日 你自己的性命掌握在人家的手上 我現在真的很想知道 你心裡在想甚麼 你是不是很想跪在地上 對著老夫要美欺憐 希望老夫能夠要你一死 我剛才那杯是老夫敬你的 現在這一杯 你代我的夫人 和我的兒子敬你一杯 謝謝你幫助他們 冰燈極樂 楊叔 你真是太狂妄自大了 有朝人要你拿在我手上的話 不會, 不會的 這一招絕對不會來 你真的這麼肯定嗎 不錯 老夫平時怎麼對你 我已經心中有受了 如果有朝一天 我落在你的手上一定不會好過 那現在我怎麼對你 又有甚麼分別呢 沒有, 真是不愧為一代僑雄 才智膽識都性人一籌 現在朕真的開始對你有些佩服 多謝皇上誇獎 好, 就憑你這句話 我就留你一個詮詩 讓你好好的再多活兩天 等朕登基之後再慢慢處置你 朕登基, 進來 押他下去 洪空正盛 我不會讓你押下去 聽到沒有 兩位將軍, 月王爺叫你押下去 那你們就去吧 是, 皇上 他們都是忠心耿耿的好將軍 你以為是這樣就可以了 我告訴你們 這個京城依然在 老夫的掌握之中 而且在城西 老夫有八萬精兵 最多你一個兩敗去上 楊素, 你看看這甚麼 郭彬車虎 郭彬車虎 李世民 其實我早就接到皇上的文額了 我之所以這次來 是為了配合時機 楊素, 京城已經在我們掌握之中 你再沒有機會了 你… 老夫生平雖然打過不少敗仗 但是從不現行 我還有二百親兵 他們個個都誓死效忠於我 就算戰戰最後一兵一進都要打 上 一萬最快的 你一定是站在這裡 小郎 sponsors 林鄭 老兄 老兄 退後 退後 王兄 讓開 王兄 閉嘴 快點退後 退後 楊公 快點給我準備馬拔給我打開門 不然連你唯一的妹也保不住 開門給她 開門給我打開門給我殺了她 成大師不驅小節 區區的公主 你以為朕會放在眼裡嗎 上 淑貞三次 快點多說 上 是 好 上去叫諾天龍 抓這個反賊 是 還好 沒問題 大師 哥 不然 先來了 然後 找人 三哥, 我想他們追不上我們了 嗯 公主, 你沒事吧? 沒有, 幸虧只有三郎 說起來還沒很感謝你 你寫命救過我一次 這次我救你, 大家冒險大家 你走吧 三郎 我跟自己說過 在沒找到湘兒之前, 我絕對不會見你 又是為了一個李湘兒 你的好王兄 今天為了殺楊素而妄顧你的性命 你應該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你別拆開的話題 你的心裡一直沒有我的 只有李湘兒一個, 是不是? 是的 謝謝 桃園馬, 我知道你的心裡還有我 如果你真的不肯見我 你怎會冒死來救我 如果你真的對我無情 你怎會專門來還我這個人情 不知道 你生我用卑鄙的手段 趕走了你的好門 可惜 你始終不捨得我這個心肯手勒的壞理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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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 告退 公主一定回來就好了 皇上找得你很夠 我也找到他的事 你捨得回來了嗎 今天你也算刁進朕的面子 朕下令捉拿反賊 而你竟然拼死保護 還跟他們走 快告訴朕, 究竟求驗他們在哪兒 朕要把他們抓了 朕明 你只顧著捉這個捉那個 根本沒有念兄妹之情 怪不得今天在城頭那兒 你不顧我的死活 照樣揮兵上去捉楊素 你誤會了 我誤會 當然了 你也知道楊素的老匹夫多厲害 如果我今天在這麼多的將士面前屈服 試問他日何以服眾呢 再說, 就算這次求驗客不現身救你 你也不會死在楊素的刀下 因為朕早已經吩咐了弓箭手 潛燈戰樓 等機會向楊素發冷戰 其實朕這樣做 只不過是為了父王的江山 你相信朕吧 你就是朕追通石的妹妹 而且朕的江山剛剛才坐穩 朝中不知道還有多少反賊在這裡興風作浪 朕真是還很需要你幫忙把他們殲滅 市民在公在私 朕又怎會讓你死在楊素的刀下呢 我相信你 你真是心明大意 我們是兄妹, 我不相信你, 你相信誰 對了, 楊素這個老賊 為甚麼你不殺了他一條百了呢 楊素這個老匹夫膽大包天 朕登維那天開始就和朕作對 我不會被他死得那麼容易 楊素, 你敢敢拆動兵 皇上就欣賞你夠膽識 所以, 要你嘗嘗一下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滋味是甚麼 楊素, 楊素不長過 楊家, 楊公你這個賤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 比我想像更加浪道 好, 你儘管罵了 說不定皇上明天要我割了你下來 到時候你想罵也罵不了 楊素, 你這個走狗 告訴楊公子 他今天不殺過的張樓會後悔 楊素, 你雙手的手骨已經被我打斷了 你說你還有沒有機會可以殺到皇上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你就叫他小心點 楊素 楊素, 如果你可以用雙手爬出天爐 我就向皇上求他搖你一命 走 走 楊素的老賊這幾天怎麼樣 楊兒依照皇上吩咐 已經七天七夜沒有給他飯菜吃 只是給他一點清水刁住他的命 聽說這幾天果然虛弱了很多 連罵皇上也洗腥了 那你就馬上押他去偏殿 就不要好好的再凌辱多一次才讓他死 皇上, 楊素沒有攻過人 你… 他把手都被我打斷了 他還餓得甚麼樣子 俊明 老鬼, 你也想不到今天吧 你這完全多得皇上你忘恩負義所持 大膽, 若不是你嬌橫不護 你越來越不放在眼裡 就不會這樣對你嗎 嬌橫不護 老公, 老公不應該嗎 若不是老公計劃周全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天堂上師父師兄做得成皇帝 豈有此理, 幫朕做了一點事幹 就當自己是大恩人 一會兒告訴你 沒了你楊素, 朕不一樣可以做成皇帝 是…如果不是你和老公跟你合作 你有甚麼本事可以師父無法做得成皇帝 你早就已經成為你父王的刀下鬼 豈有此理, 簡直乳無倫次 把我出去斬 是, 皇上 豈有此理 快走 要對付我這個殘廢的老頭子 居然要假手於他人 楊光 莫非你真的怕了我 甚麼?朕不會怕你, 拿劍來 皇上 朕今天就要好好收拾你這個老鬼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楊素的老匹夫果然厲害 今天朕差點寫他腳下 楊素現在已經復發了 皇上應該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今天兩位兄家護駕有功 朕決定好好的賞賜你們 先跪下 宇文術, 朕就升你為丞相 從此代替楊素的地位總攬朝政 謝皇上 宇文化琴, 朕就升你為幼團衛大將軍 輔助朕和宇文丞相打理朝政 你們起來吧 謝皇上 朕登位以來 今天才第一天感覺到 沒有人在朕身邊左手左腳 真是痛快 你們知道朕其實心裡有很多計劃 但是一直是躍於楊素 所以沒說出來 皇上 皇上, 現在天下已經盡歸皇上一人所有 微臣相信皇上不僅可以把計劃都說出來 還可以一一的大展拳腳 全部都實現了他 沒錯 朕要起雲河, 捉官渡, 建尼宮, 徵高麗 總之凡是可以表揚朕是一個偉大的皇帝 朕也要租他 皇上 未曾認為在皇上的心願未實現之前 首先要解決龍盆山這個殘兜 龍盆山? 沒錯 這個山寨是這半年在密間崛起得最快的山寨 不過賊頭自稱為魂世魔王 手上有一幫臥虎藏龍之輩 才會令這個直直無名的山頭 聲明大草 如果被他的勢力再帶下去就不可收拾了 皇上 上次連楊元錦去一樣收拾不到這幫山賊 可見他們… 沒錯, 連楊素的兒子也打不贏龍盆山 只要皇上親自出馬 楊素一死, 皇上馬上剿平龍盆山 本心就開大陣 二公子, 明天這麼快你又要回太原了 是呀, 這次我們合京是為了幫助楊廣 裡應外合, 祝拿楊素 現在任務完成, 所以特地向你們告辭 我看二公子又不是純粹告辭那麼簡單 你怎麼會這麼聰明 只要我們想接無救姊姊回太原呢 我想我們這次也是白門一趟了 來了這麼久都不見了小丫頭 她當然是故意避開我們了 好, 這次又不能接到她回太原 那怎麼向哥哥交代呢 不如讓我幫你們進去找找她 不用找了, 我得好包袱了 我們走得沒有 你怎麼回事呢 你怎麼回事呢 一個二個看著我 我想清楚了 我免得再留在這兒 鳳慧見了張大哥 沒有, 姐姐, 我們不是聽錯吧 當然沒有, 如果我再留在這兒 遲早就被那個惡毒女人害死我 雞品二公子, 皇上急召你的功 李興家, 你現在手上有多少兵馬 回稟皇上, 微臣手上的兵馬 全部都是楊原的接收過你 大約有楊素兵權的一半 那加上你爹太原後的太原兵力 你們豈不是掌握全國的兵力 皇上 那你也不用擔心 朕不是想射下你的兵權 反而朕想把楊素剩下的兵權 都交給你了 不過在你接收所有兵權之後 朕想你領兵去龍盆山 幫我殲滅那些土匪 龍盆山? 沒錯 稟皇上, 龍盆山地勢險惡二手難攻 你臣恐怕難以升任 世民, 我記得武後在生之前 事事都提及你爹李冤 至少就教你研襲兵法 這幾次你領兵入京和楊素交戰 朕也看得出你非辭中文 說句心腹的話 這件事除了你之外 朕不放心交給任何人去做 李長官, 皇上甘口一開 你還有甚麼猶豫 難道你想擴旨 明神不禁 既然這樣就好了 現在朕不命你明天領兵出發 不得有誤 神遵旨 好, 你退下吧 皇上的一石二鳥妙計果然高明 皇上, 這樣不只可以利用李世民 剿滅龍盆山 還可以利用龍盆山一役 令李世民元氣大傷 皇上就可以入之以罪 收回所有在李家父子手上的兵權 收兵權為甚麼是小事 所謂兔死狗胖 既然楊素已死 也應該是時候 我對付一下李冤一家人 除去這個心腹大患 二哥, 你有沒有想錯 皇上這次有心靠下我們 那為甚麼朝中這麼多將軍不選 偏偏要選我 楊廣素來當爹是眼中釘 現在做了皇帝, 還沒有仇報仇嗎 他以前不採取行動 是因為他想借助爹的兵力去牽制楊素 現在楊素已經死了 他下一個目標一定會有爹 二哥, 那你怎麼打算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招聘龍盆山 讓楊廣沒有辦法加罪於我們李家 不行, 我有很多朋友在龍盆山上 你不能派兵打他們 沒救 如果你派兵打他, 我這輩子都不理你 如果我二哥不出兵 皇上就更大道理說我一個曠子 到時候不僅殺頭, 豬狗就更有犯 你是我們的好朋友 到時候連你也住了 但是, 程偶金跟我們無冤無仇 你沒理由只看九皇帝亂自一套去殺他們 你們見死不救 那救了他們, 誰救我們全家 武教, 你放心, 我會忍著你們打的 這些有得忍著的嗎 你們一個一個都是壞人 我又不理會他們 武教, 你… 李玉霸, 忍著他們靜下 我們還要趁今晚研究龍盆山的地獄 無機哥哥臨精慣戰, 流文靜足智多謀 二哥, 不如我們馬上派人去太原 急遲他們入京 以臟一臂之力以賊萬全 順便去幫忙無舊姐姐 那也好 四哥 湘兒, 是不是你? 看不出你也挺情長的 你來幹甚麼? 來討好你, 行不行? 對不起, 我要休息 你真的這麼累? 讓我說個消息給你聽 讓你精神一下 淫文術慫恿我黃兄 大兵攻打龍盆山 朝廷攻打龍盆山也不是第一次了 有沒有這麼稀奇 何況龍盆山地勢險要二手難攻 淫文術有本事攻得上山 你再來討好我也未遲 這次帶兵的不是淫文術 是李世民 這件事非同小可, 你別跟我開玩笑 就算我要害, 真是害你雙兒 怎麼會害你呢? 三哥, 我… 大兵總之, 立刻和我準備一切 我們上山報信 我進去 你們看看 快點, 沒救 沒救命, 趕快上來 快點 你們不用這麼害怕 龍盆山地勢險要嘛 我想那個李世民 沒那麼容易打到上來 你這次畫法就要戒了 你以為真是打到上山了 我們才會死嗎 好像上一次人家手在山下 摺了我們的食糧 那我們餓得死死死死死死死 對了…所以平時叫你不要這麼大食 現在的食糧就真是所緣無幾了 你不大食 你… 別吵了… 對了, 你不是救過太原侯李淵嗎 是啊 你馬上下山, 告訴李淵人 你以印刀的身為 叫他不要再打我們 沒用的, 就算你們認他做恩公 他也不會抗子 他是正一壞人 那…怎麼辦 兒子, 你想想辦法 媽媽不想死 別吵我了…他現在很煩 煩了… 老兄, 照我看 你們也是趁李淵人還沒到之前 快點走 甚麼 混世魔王, 我也要走人 有沒有說錯 再說就走不及了 好…我混世魔王 有本事建了一個山楣 就有本事建了兩個山楣 走開… 大王 不得了, 下面來了大批官兵 都整個龍盆山包圍著 怎麼回事 這麼快就打到你 那怎麼辦 比上次更厲害 這麼多人? 簡直想捱多生死了 這次我們真的死定了 是 袁伯, 你要通知毛記 今晚我們在這裡紮營 明天午時就帶他攻打龍盆山 是, 二哥 怎麼樣?出去看過 究竟有沒有路可以下山的兒子 山路就沒有了, 死路就有一條 好… 未必的, 李世文的大軍剛剛才到 他們應該稍時休息 不會馬上攻上山 不如趁這個時候我下山跟他們商量一下 或許可以想出一個 既可以向楊廣交代 又可以令我們安然無恙的萬全之賊 不能商量的, 如果有辦法 都告訴我, 通知你們吧 如果大軍殺到, 即是板平非打不可 沒錯, 他違抗聖旨 那個九皇帝一定要抄家滅族 他要固執家爺子女 他想我們死 善大哥說得沒錯, 兵賊不兩立 李世文就想我們死 我們偏偏不要死 趁這群酒狗來到這裡 還沒透過一條氣 我們就殺他一個操守不及 還有, 我們未必會輸 沒錯, 橫又死定又死 不如他就殺下去, 殺出一條生路出來 好, 你就這樣, 殺, 馬上去殺 殺了… 二弟一門, 你看看 是 二哥, 有一群山賊正在殺下來 我們怎麼樣 他想先發祭人 二公子, 軍令難為 我們要快點下令出兵 萬一把那群山賊走 他想我們怎麼樣向皇上交代 原來, 車爬得人馬截著他們的去路 如果有機會就攻上山 報陣 好, 兄弟, 我們今天一定要殺到一個片甲不留 預備 報告, 姐姐 老青, 人家人多勢做 如果真的打的話, 你只有死路一條 死, 我早就預料了 你自己看看 報告, 快過來 老青, 老青 保汗不吃眼前愧 我們走 你們這群混蛋 要走, 你自己走 我死也不走 好, 老青 三哥, 你們不是龍門山的人 不應該跟我們一起一層一層一層 你們想派我走 老青, 在這個時候你叫我們走 就是不把我們當作是朋友 沒錯, 我們怎麼都會留在這裡幫你 最多生就一起生, 死就一起死 其實最不應該留在這裡陪我們一起等死 就是不夠的 是呀, 張書姑娘 我真的不走 其實最需要留在這裡的就是我 如果李世民知道我在這裡 他一定不會亂來的 如果我不死, 那就是大家不用死了 你有得走你就走吧 李世民這次為了你不敢打上來 難保下次那個狗皇帝 找個另外的人來消滅我們 你以為每個人跟你有親 不敢打上來嗎 程大嫂說得對 宇文術根本有心加害你們 怎麼會輕易讓你們走 好了 宇文術的永恆術是誰 你不記得了嗎 宇文遺憾就是宇文術的兒子 那次那個大嫂被你打死的那個 宇文術找個狗皇帝打我們 原來是想跟兒子報仇 原來害到我們雞毛壓血的就是你 你這個賤人你真是駝的 我兒子沒事又是好 如果有甚麼事你一定是要賤私底 你幹甚麼呀 你幹甚麼呀 只要你兒子多事 人家都被人調戲習慣了 怎麼會這麼多事出手打死人 是呀, 你還賴我的兒子 幹甚麼呀 好了…別吵了… 其實這件事是不關他的事的 也不關你的事 也不關你們的事 當然不關你們的事 關我的事實在 肥佬, 吃飯呀 喂… 我知道, 你這個口人說不關我的事 你心裡在生氣我, 你幫我不知道 一向都要吃飯呀 要不然死了, 軟手軟腳投胎撿輸個人 喂…吃飯呀 喂…肥佬 喂…你來呀, 肥佬不見了呀 他…他不見了呀 我兒子去哪兒了 來, 阿嬤 拜託 害者何人 老子就是魂世魔王 我要見你們的頭, 李世文 李大人, 有一個自稱 魂世魔王的人來投降 情咬金 把他押進來 是, 亂霸 二哥, 有情咬金在手 我們就不怕巴山塚不肯投降 那吳舅姐姐就安然無事回來 我們抓著情咬金, 有甚麼不好 你可以出去 誰叫李世文 我就是了, 你找我甚麼事 那個羽民衛鴿是我情咬金殺的 不關我的兄弟的事 你抓我回去的羽民就行了 要斬遇殺絕無嫌言 你說甚麼 說甚麼, 他羽民術公佈私仇 送了那個九皇帝打我們龍盆山 你被他利用了, 猛人 二哥 你跟羽民術有甚麼私怨 我不知道 但是皇上下子已經叫我殲滅龍盆山 我就一定要把那些山賊全部消滅 不過這樣, 我見你這麼為了這幫兄弟 讓你長多一日命吧 你現在馬上上山 明天正午的時候 我們大軍就會殺上龍盆山 把你們殺個片甲不留 那我叫弟弟怎麼樣 我自有分數 怎麼樣?你還不捨得走嗎? 要不要我找白人大絕 抬你上山 李世民 老子親自送我上門 你也不惜抬舉要趕我走 我就不走的了 最多在這裡抱著和你一起死 希望救到那些兄弟 你用此意 警察 抬他回上山 大人, 又有兩個三十來求見 老狗姐姐 你這個傻子 為甚麼不讓他走來投降 一人做事一人當, 很應該的 李世民, 你已經放了腸口甘了 我跟你不客氣的 我早就叫他回上山了 是他自己不肯 真是死傻子 二公子, 我想單獨跟你說幾句話 兵賊不兩男 我跟你沒甚麼好說 二公子 我二哥都沒有話跟你說 他沒有, 我有 想不到我以前是朋友 現在變成敵人 難道二公子真的不能念在你 過我一段交情 放過龍盆山的兄弟 三哥, 君命難為 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 你昨天很明白 但以二公子你紅材偉略 要想出一條可以救人 既可自覺的辦法 應該不是這麼困難 可惜楊果已經派了探子 運進我大軍裡 在這邊監視我一句一句話 如果我稍有差次 偏幫山寨他就可以定我罪 還可以把我滿門抄襲 公子公, 三哥 正是在無能為力 難道你真是見死的嗎 龍盆山我們一定要打 你們有本事的你們就走了 總之, 如果讓我見到你們 你們就要死 鑽大哥, 你們談過什麼 明天我們就大舉進軍龍盆山 把龍盆山移為平地 殺個雞犬不留 讓將軍肯寬閒多一晚 已經算人事了 你連我的兄弟也不肯放過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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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文, 你這死不假也不是人 別這樣, 不要這樣 好, 我想龍盆山 抓住他 我安哥是軍營, 不要讓他上山送水 李世文,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你放開我,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好了…你罵了很久了 你口乾了, 喝酒吧 你走開, 我以後不想 再見到無情無義的人 我無情無義? 枉你口口聲聲 說球員派李正和洪忽是真英雄真好學 他們現在全都在龍盆山上 你還派兵打手去 那不是叫無情無義嗎 有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 我甚麼不知道 你怕楊廣夾你職 從此無官做無榮華富貴響 你怕楊廣下子斬你 所以連朋友都要出賣? 不要再說 我一定要說, 我要罵醒你 你沒人知道你… 閉嘴 誰說我不想救他們 是否我救他們 有誰來救我 總之明天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 那你一定贏了 人多欺負人少 還用甚麼打? 如果他們不去龍盆山就是 為甚麼? 因為龍盆山地勢險搖 根本沒辦法派兵防守 幸好他們沒有人知道 否則他們一定會跑掉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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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派人守著龍盆峽也有 如果是陷阱 我們還死得快點 不會的, 這個秘密是 喝醉酒說出來的 絕對不會是陷阱 龍盆峽通去哪兒 通去後面那座大山 一過龍盆峽就離開龍盆山的範圍 我們就有救了 對了, 我們立刻準備一天 天亮之前離開龍盆山 好 大家聽明白 兄弟, 我們這麼多人走 很容易忍不住目 不如我們回去走 一會兒在山上見面 是 你跟我來 二哥, 武記哥哥已經點齊兵馬 隨時後命出發 好 你就跟武記兵分兩路 在龍盆山山腰開始放火 我們要一把火 連人帶債燒光了 我們不是打上去嗎 有裘嚴鶴和李靖兩個高手在這裡 我們不移力敵, 只能自取 大王 大王 怎麼樣? 班兄弟, 你怎麼樣 在後面, 全部都安全離開龍盆山峽 你們看 李世民放火燒龍盆山 幸好跑得快 不然就變燒豬了 這個李世民也算陰道了 他不妨端竟然跟我們 打一頓水一把火就燒光了 下次誰見到你就斬你狡猾紀錄 對, 我幫你 你們兩個先不用這麼衝動 李世民放火燒龍盆山 不是害我們 還幫我們是真的 三哥, 到底這件事是怎麼樣的 還記得李世民昨晚在帳篷裡 曾經說放我們一條生路 只不過他沒有說怎麼放發 二公子昨晚炸彈飲醉 洩露龍盆山這個秘密 主要目的, 要告訴掌叔叔他來自治 他也挺狡猾的 不過這樣他把我們放了 怎麼跟楊廣交代 所以他就要放這把火 沒錯, 說我們全部燒死了 楊廣就不會千方百計對付我們 這條計真是巧妙 天下, 控制掌上, 象外全部退讓 星敗, 只差一線, 哪個褪眉, 誰願相讓 到處思生命不斷